2022年超发货币28万亿 理论上咱们14亿人平均每人能分到20万 央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的1月末 广义货币也就是M2的余额 已经达到了273.81万亿 同比增长了12.6% 增速创下了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过去一年 M2新增加了28万亿的人民币 如果按照去年的平均汇率折算 相当于是4.16万亿美元 比德国去年GDP总量4.06万亿美元还要高 啥概念 第一总量大 这个数量几乎是超过了美日欧之河 第二速度快 2020年1月份 广义货币也就是M2的余额是203.31万亿 短短三年时间 按照这个速度 今年年底就要突破300万亿了 那这么多钱都流向了哪里 为啥收入没涨 股市没涨 楼市更没涨 为啥到了平头百姓这都见不到什么钱呢 今天粉丝群有个朋友给我私信 打了个比方 特别形象 说这样就好比是放水 就是这个水从上往下流 管道它越来越小 滤网越来越多 挥发也越来越快 如果你是一个没车没房的普通人 你去找银行借钱 银行会搭理你吗 没有底压物 没有漂亮的银行流水 不但接不到水 那手中仅有的财富 反而会被吸食 所以从上往下的管子越到底下 它就越没剩下什么了 但是如果反过来 这个水如果是从下往上抽 那都是用高压泵呢 不管您是买车买房还是炒股 这个水蹭一下就抽上去了 一点阻碍都没有 所谓的双管齐下 它一个快一个慢 一个多一个少 你说这能循环的起来吗 其实以前也能循环也能转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 把这下流的管子继续加水 同时把往上抽的管子的速度放慢一点 毕竟这中间层的企业主或者创业者 多少他还能接上一两盆水 你比方说08年15年 中间层还能拿到一些钱进入到楼市 导致后来房价大涨 但关键是这三年下来 尤其是去年你会发现 有些人他拿到了这些钱 再也不去建工厂 再也不去做生意了 如果富人都不敢乱花钱乱投资 那你说这个循环 它怎么才能够循环的起来 上面的开闸放水 怎么才能够让下面的普罗大众 都雨露均沾呢 面对大水漫灌 如此汹涌的超发速度 咱们底层百姓 怎么才能够跑赢通胀呢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接着说